人大是一個權力機構 不僅是一個權力機構 而是在中國的憲制裏面 它是最高權力機關 代表人民去行使最高的權力 人大的決定 同樣道理是至高無上的 在香港以前很多人 是很故意地誤導香港的市民 認為是沒有事的 這些未必具法律效力 這是一個錯誤的見解 現在中央很清楚 知道香港絕大部分的市民 都受到誤導 由白皮書開始 很清楚告訴你 一國兩制 一國和兩制不是平起平坐 憲法和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 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是平起平坐 因此到最近還說 你這些反對派的議員 不是和我談判 你根本沒有談判的地位 只是對話和溝通 以前是不擺放的款式 就當他死 因為擺放的款式 你就知道他的地位在哪裏 其實那個反對派 他們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他知道 到最後 中央才是他們的溝通的對象 所以他根本就 從今次一開始 就不以特區政府做對手 什麼都說我要中央 他又罵中央 反對就回到中央 但是呢 中央一直找他們聊天 他們又推三又推四 很不容易 就去了一次上海 有一大堆人都沒有去 張曉明就說 我回到來 我會約他們談 希望他們就不要推堂我 結果都推堂 真正談到 只得張文光談了 你見到他們的態度 一方面他知道 這是他們的對話溝通的對象 一方面他擺放了款 我不跟他們談 後來白皮書一出 他就知道是壞 你知道范合會 馮嚴基就說 就要找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幫助他們聯繫 跟東央溝通 對話、談判 或者不要只得一次 事實上已經很遲 但是即使是這樣 中央都擺出最後的誠意 張曉明都跟他們談了 之後李飛去深圳 亦都諮詢過他們 這些政客也是這樣 每次一度要找你談 又擺款 你知道長毛又穿件衣服 他又不想去 其他反對派議員上去 李飛都通氣 他說記者在這裏 你未給我 你當然要給了 你要做戲 你也要做他 所以這些小動作 就使得 不知道怎樣對待你好 怎樣跟你談呢 正正和你談的人 你就要擺款 這次下來解說 你是否需要把這個款出來 你擺款出來 無疑 你又表了一個態 你可以穩固到 你某些支持者的票源 但正如阿里飛所說 你這樣的態度 對大局有沒有幫助 對政改發展有沒有幫助 在這個時候 大家是否要集中焦點 如何去好好的落實 2017年的普選 我希望反對派能夠 拿出一些誠意出來 如果真正正要求有普選 我們先拿到普選 現在的關鍵 就是四到五票 這裏一定要在反對派裡 爭取過來 所以現在 通過不通過 是操資在反對派手上 他如果能夠適當戲看 如果不是很教條主義地看 民主的問題 而是再讀書 看下報紙 他們會 應該慢慢明白 應該值得通過這個方案 如果他還是寫在一邊頸 保住一些教條主義的 我所謂的原教旨主義的 所謂的選舉民主 那時候可以這樣說 開人開己 首先 他們在政治上 我看不到有什麼前途 第二 香港被他們拖死了 第三 對國家未來的發展 也沒有什麼好處 香港就是一個 不斷紛爭的惡性循環之中